不良颇富,公交车上不仅强行霸占了小棉榜的座位,还要去抢司机的方向盘,只为在公交车上蹦迪一手挖呀挖呀挖,结局令人身心愉悦。 爸爸,听说最近有一部很好看的电影,我们一起去看吧。 年年说的是百家饭吧,我也看到他们打低广告了,看起来还蛮有趣的,我也要去看。 哦,我也去,我也去,我老哥看的东西我也不能落下,不然他看完后肯定又要在我面前炫耀。 好,那就出发,走吧,我开车带着你们去。 爸爸,今天是绿色出行日,我们还是不要开车了,我们一起坐公交吧。 哦,哈哈,绵绵可真是个环保的好孩子,那就听绵绵的,走,我们体验一下坐公交车的感觉。 那么久没坐公交车了,偶尔坐一下还蛮有新鲜感的吗? 喂,死丫头,周围没有别的座位了,姐姐我腿站累了,你赶紧起开让我坐一会儿,小小年纪要懂得谦让,乐于助人知道吗? 阿姨,你肚子那么大,是怀孕了吗? 死丫头,你胡说八道什么呢?老娘我冰清郁洁,哪里像是怀孕的样子? 我这叫做风鱼,你懂不懂?小小年纪真是嘴臭,也不知道你爸妈怎么教你的。 那阿姨,你今年有六十岁了吗? 你这死丫头是眼瞎吗?我皮肤嫩得像刚出生的小娃娃一样,皮肤雪白,长得又这么貌美如花,哪里像老了? 你这肥婆居然敢骂我家绵绵眼瞎,你是不想要眼睛了吗? 爸爸你先别生气,我们先跟她讲讲道理。 这位阿姨,绵绵做的是老弱病残孕座位,是专门给老人,小孩,病人,残疾人和孕妇准备的座位哦,但阿姨你都不符合这些条件,更何况你还骂了绵绵,绵绵不喜欢没有礼貌的人,所以我是不会给你让座的。 你这死丫头一看就是那种有娘生没娘养的家伙,嘴巴可真是乐毒,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 你这肥阿姨不许欺负绵绵,骂人的明明就是你,我看你才是一点教养都没有,亏你白肠这么大了。 就在这时,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奶奶上了车。 老奶奶,绵绵这里有位子,让给你坐吧。 小小小姑娘,你可真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。 绵绵起身让开,老奶奶刚想坐下,费哥直接就抢先坐了下去。 阿姨你这是什么意思,这是绵绵让给老奶奶的座位,你怎么可以霸占她?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,这个座位刚才可是空着的,老娘想坐就坐,这个座位又不是你家的,你凭什么管我? 哎哟喂,你这姑娘多大个人了,为难人家小姑娘就算了,还和老人家抢座位,你还要不要一点脸了。 就是,还一个劲地说人家小姑娘没教养,人家小姑娘可是主动给老人家让座了,我看没教养的人是你吧。 哼,你们这群家伙居然都帮着这个死丫头,既然如此,你们得想安稳地坐这趟车。 说完,费婆掏出自己的手机,播放了一首经典歌曲,连接上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小型蓝牙音响,将声音调到了最大。 在这么大的花园里,看他一分吧! 一瞬间,极大的噪音覆盖了整个车间,然而更加离谱的是,费婆居然还跟着音乐跳了下,整个车子都跟着震动起来,在马路上摇摇晃晃,极度危险。 姑娘,你这是在干什么呀?快停下来,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。 然而音响的声音太大,费婆根本听不到司机的声音。 可恶,这个肥阿姨也太坏了,我实在忍不了了。 沈小四走到音响旁边,将他抓起,猛地摔在了地上。 可恶,这个音响我可是花了几千块巨资买来的,你这臭小鬼有没有一点教养,我看你是找打。 肥婆抬手一巴掌就要打向沈小鬼,沈志泽一把握住了肥婆的手。 哼,当着我的面也敢欺负沈家的人,我看你才找打。 呜呜,你居然敢打我,从小到大我就像是一个小公主一样,从来没有人这么粗暴地对待过我,我要报警把你们通通都抓走。 这个肥阿姨可真是个奇葩,明明是自己满口脏话,做了一些奇葩行为,然后现在又在这里装委屈,搞得好像自己才是个受害者一样。 哼,你要报警就报吧,公交车上可是有监控的,刚才明明就是你在用全车人的生命开玩笑,治安员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 没错,这位小伙子说得很对,他这是健一勇为,我们为他的行为点个赞。 要我说应该再打这个肥婆两巴掌,他实在是太吵了,让他安静一会儿蛮好的。 肥婆见车上有监控,也不好继续发疯,只能老老实实地坐回位置上,就在公交车行驶在隧道内时,这个肥婆又开始作妖了。 停车停车,司机赶快给我停车。 你这肥婆能不能消停一会儿,我TM的真是被你搞无语了,隧道内是不允许停车的,你难道不知道吗? 哼,我管你在哪里,我想在哪下车,就在哪下车,快停车,我要下去,你要是再不给我停下,我就要去抢方向盘了。 尼玛,这是哪里来的疯女人,我真是怕了她了,反正现在隧道内没车,把她放在车里才是最危险的,为了乘客们的安全,我还是先把她放下去吧。 行行行,我真是怕了你了,我现在就放你下去。 司机立马靠边停车,打开车门。 哼哼,我突然改变主意了,我又不下车了。 伟俊,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,绝能遇到这么一个奇葩女。 司机无奈,只能继续开车,没过一会儿,肥婆又开口了。 停车,我到了。 司机连忙靠边停车。 哈哈,终于把这奇葩给盼走了。 然而肥婆一直坐在座位上,并没有要动的意思。 瑞云,你不是要下车吗?你赶紧下车啊。 我刚才被打了,身体不舒服,我家住在小区里,你给我把车开到小区旁边。 你到底什么意思?一会儿停,一会儿又叫我走的,你是不是故意在少我? 呵呵,你要是不愿意开进小区,那我就一直不下车,一直在车上捣乱。 我送你到小区旁。 司机不想和这个奇葩女过多纠缠,把车开到了小区旁边。 瑞云,小区到了,赶紧下车。 对了,我家住在二十五楼,我现在的伤还没好,实在走不动路,你开车直接把我送回家。 此话一出,直接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,就连沈志泽一家都觉得荒谬至极。 阿姨,你怎么可以这么无理取闹,公交车又不会飞,怎么可能送你到二十五楼呢? 你能不能不要再故意刁难别人了? 呵呵,我坐公交车可是给了钱的,司机当然要把我服务到位,他不肯送我回家,那我就不下车。 你这个肥阿姨实在太过分了,在路上拿全车人的生命开玩笑,现在又没事找事,浪费了车上人那么多时间。 哼,我呸,你一个小屁孩,还教训起老娘来了,老娘想干嘛就干嘛,你们能拿我怎么样? 哼,从一开始我就把你的所作所为,全部都录下来了,就在刚刚我已经发出去了,现在估计你已经是网络名人了。 哈哈,成为网红老娘高兴还来不及呢,真是谢谢你录的视频。 就在肥婆还在得意之时,一个电话打过来。 喂,亲爱的,怎么了? 分手,我没有你这种女友。 喂喂喂 亲爱的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们不是马上就要结婚了吗 立马有一个电话打 从明天起你不用来公司了 为什么 我为公司做了那么多业绩 凭什么说开就开我 就凭你不配当个人 干嘛 这位女士 你涉嫌违反社会治安条例 请你抽空来我们治安局一趟 我们将会给你相应的处